很重 这个时候你应该有一些好办法 可以告诉大家了 家里头上这样的电锅 如果它溢出来 尤其是中药的话 超难清的 里面还会黑黑一大圈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当然第一个要有好习惯 就每次用完至少擦干净或洗一下 然后如果当立刻处理的话 就是一般洗碗筋 其实是洗得干净的 那在清洁时要提醒大家 因为其实像大家 现在很常用小苏打粉 柠檬酸之类的清 它虽然是天然 但是有个问题 小苏打或柠檬酸 它如果碰到铝的东西 像小苏打碰到铝 它会整个变黑 整个铝会变黑 那柠檬酸 如果你使用的量没有抓对的话 有时候会怕会影响化学作用 会有腐蚀 所以建议大家 其实就可以选择一些 比如说市面上有的那种 像柠檬酸复合配方 以柠檬酸为基底 然后有做调整配方 所以它可以清得很干净 那同时不用怕说 你是传统旧的铝锅 或现代不锈钢都可以用 好 那到底要怎么做 那其实基本上 我们就是先在里面放水 那一开始放冷水 那量就是大概200cc 那其实就可以盖过 我们这个底盘张屋的部分 然后放完水以后 记得盖子盖起来以后 然后把它按下开关 让它煮滚 就是跟清洁剂放在一块 对 清洁剂先不用放 水先煮滚以后 然后滚了以后 就可以打开来 把我们清洁剂倒进去 然后其实它上面都会有量的说明 那我们今天是加100cc 那加了清洁剂以后 同样盖子再盖回去一次 所以这一次是加了清洁剂 然后盖子又盖回来 再按下去 让它再煮 那煮的时间就大约3到5分钟 那如果你污垢很严重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是成年污垢 就可以让它煮个10分钟以后 然后它就会跳起来 电源拔掉就静置 那静置一般来说 大概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慢慢地把污垢给分解掉 好 一个小时之后呢 那我们现在要来怎么处理 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有些污垢 已经慢慢地浮在水面上 我们就把这个水倒掉 接下来 接下来就可以稍微冲一下 然后另外我们就是可以再用家里的 比较柔软的像洗碗海绵之类的 把它给洗干净 其实再刷一下就很容易就清得掉 刷一个那样子 然后大家会说还有一些小黑点 那其实是因为它的金属材质 使用酒本身的变化 这个已经不是我们的脏屋 脏屋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些咖啡色的地方 我们TPBS要好好谢谢你了 然后我们把电锅给清干净 对 这刚刚一弄真的是 就是蛮明显的 就可以知道说这是需要清的 而且用对方法的话 不但是电锅可以用得久 而且让全家人可以吃得更健康 对 没错 然后提醒大家就是基本上 每大概三四个月就最好做一次 这样子要大扫除 帮它大美容一下 对 因为毕竟是要接触食物的东西 第一个我们要选择 就是比较食品等级的那种清洁配方 然后用一些比较安全的方式 让它维持好的状态 我们食物吃起来比较安心